岛国一位木雕师傅 说你拿着一块木头 可以看出雕的应该是鱼 确定是鱼 三个事后就是真咸鱼了 岛国一妹子买了一盒点心 因为造型太萌不冷心吃 哥哥看见后 就去把眼睛的位置移了一下 然后妹妹就产生了死鱼 那么问题来了 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 有些东西很关键 比如米其林就比大白多了色子 就没有猛感 在巴西里约热泪卢 北部有个监狱 关押着大量重刑犯 舰鱼长颁布了一条新规定 只要重刑犯们愿意帮忙治毛衣 治满三天就能减刑一天 那么问题来了 椅子治毛衣是一个很考验耐心细性的活 问如果犯人刑期是十年 每天坚持治毛衣 犯人什么时候能出狱 这里给大家看一个切刮工具 国外一妹子发特文说 自己老公一直在挑战自己 折出最小的签子盒 现在越来越夸张了 重庆大学为期一个月的燃烧把死房 减肥活动今日结束 将近千人报名 328名同学减肥成功 共减肥2620斤 健康减肥者可获得美金最低15元 最高45元的奖金 那么问题来了 减肥能给人带来多大的改变呢